台中大甲媽鎮藍宮的媽祖出群 今天下午抵達了嘉義新港鄉 現場是萬人空巷來迎接媽祖的盛駕 沿途有無數信眾趴地來鑽叫 祈求保佑 不過就在媽祖要抵達新港奉天宮之前 廟前的牌樓 疑似因為民眾放連珠炮 不小心引燃 還好這個火勢很快撲滅 雖然是有部分的木質建材受損 但是安全的結構沒受到影響 大甲媽由鎮藍宮董事長 嚴清彪親自領軍抬轎 進入嘉義陷阱 打批信徒前程恭迎 嘉義縣長翁張良隨即加入抬轎行列 成千上萬人好好蕩蕩 從台中大甲一路步行南下 沿途不少熱情民眾 免費提供西瓜飲料和飲食 慰酪隨鄉信眾 來到我們新港 然後感到我們的熱情 然後他希望他們每一年 都能夠繼續載過來 媽祖神教一進入新港 已經有相當多的民眾 依序沿街跪拜 軟腳腳祈求保佑 媽祖給予信徒慰藉 也為經歷花蓮大地震的災民祈福 安撫民心 我們要拜託我們的媽祖 可以保併我們台灣 這個脫地的地靈 可以穩定 可以讓大家 這個脫地可以平安 這個街頭 地震要移鎮 希望我們新港媽和大家媽 龍媽最會可以比喻到 我們台灣現在的脫地 大家都可以平安 然而就在媽祖還沒抵達前 大約中午12點多 新港奉天宮前牌樓突然起火 疑似因為民眾為了迎接媽祖 釋放連珠炮 火花噴溅到牌樓引發火警 燒到部分木造建材 消防人員很快撲滅火事 初步勘察沒有影響到結構 意外插曲也沒有耽誤大甲媽進駐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 歡迎大家打開小看 我們會開始